在这个繁忙而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人生的旅程常常是让人感受到孤独而漫长的 然而如何能够遇到知音和伯乐 那将是一个无法言喻的幸运 这两者如同高山流水 难以觅得 知音如同高山上的云雾 常常让人望而怯悟 而伯乐则如千里之外的千里马 稀有而宝贵 生命中的知音和伯乐 给予了我们关爱和机遇 正如诗人所言 有了知音我们能够获得理解和包容 而有了伯乐 我们则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人 即贵人知音 他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给予我们帮助改变我们的命运 贵人知音和伯乐之所以如此的珍贵 是因为遇到他们的机会 实在是微乎其微 在人生的道路上 许多成功的人都分享着 他们与贵人相助的传奇的故事 这让人们羡慕不已 然而在我们未成成功的时候 我们是否能够主动的寻找这些贵人呢 回首历史 战国时期涌现一位传奇人物 鬼谷子 被誉为谋圣 一代诸师 他不仅留下了谋略和兵法的著作 还包含了各种学问和智慧 其中就包括了如何交朋友的智慧 鬼谷子认为 这去相同的人之间会有深厚的感情 彼此之间能够相互的鼓励 共同进步 他的理念告诉我们 贵人并非是单方面的存在 而是一种互利互赢的关系 贵人之所以是贵人 是因为想要遇到他们的时代太难 并非你一事无成 突然有个贵人 无条件地拉扯你一把 而是因为你自身有一定的价值 贵人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 你也应该是对方的贵人 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双方都有价值的基础上 这是一种相互帮助互同共同成长的合作 然而要主动的寻找生命中的贵人 却并非是意识 贵人往往是因为你善发的磁场吸引过来的 而这又与你自身是否具备一定的条件息息相关 如果你自己没有价值 贵人可能永远也不会出现 因此真正的贵人其实是自己创造的 而不是单纯的等待和寻找 生活中的幸运并非仅仅是一场偶然的相遇 而更多的是努力付出和不懈追求的结果 远离了运气和机遇的虚无 真正的幸运是通过积累 汗水和不屈不饶的努力而来的 因此如果我们渴望在人生的旅程中遇到贵人 那么唯有专注于提升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并主动的去创造机会 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曲折和显著 然而成功并非取决于某种幸运的垂青 而是源于我们对自身不断完善和进步的不懈的追求 这些传说中的贵人 并非随随便便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 而是在我们付出努力 拥有独特价值的同时 被我们自身的磁场所吸引而来的 很多人误以为幸运是机遇的产物 是眷顾运气好的人 然而真相的是幸运背后 往往是隐藏着无数次的尝试 努力和拼搏 成功者深知 贵人之所以会看中他们 并非是因为偶然 而是因为他们在生活中展现出拙劣的之处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遇到那些 能够吸引我们走向成功的贵人 就需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价值和能力 人生的道路上没有那么多的巧合和偶然 所谓的幸运不是等待机会降落 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创造出来的 成功者们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 都经历无数的辛苦与挫折 但他们知道每一次努力 都是在积攒着未来的幸运 他们不仅注重自身的提升 更懂得主动的创造机会 成为自己的命运的主宰 要摆破偶然 迎接真正的幸运 关键是在于努力 成功者告诉我们 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 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去创造机会 幸运之门不会轻易的敞开 它需要你用实力去敲响 因此别再对运气神话抱有侥幸心理 真正的幸运是靠实力 汉忍和智慧迎来的 成功者之间有一种默契 那就是他们深知提升自我和赢得幸运的关键 只有在不断的学习成年自己的过程中 才能够更好地吸引贵人的眼光 成功者之所以能够一次次的在困境中挣脱出来 正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不懈的追求 和对幸运的理性的认识 因此让我们远离等待和盲目的追逐的心态 转而专注于提升自我 自主创造机会 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机遇的人生的舞台上 真正的幸运属于那些不畏艰险 不停的前行的人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我们努力的拼搏 能够在生活的舞台上 就想属于自己的幸运之歌 在我们的生命中许多贵人 包括我们的老师朋友家人 还有观看我们的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在我的生命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给予我关爱支持和鼓励 在这里我要衷心的感谢每一位贵人 你们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的丰富多彩 人生的旅程中 真音和伯乐 如同引路的鸣灯 贵人之音更是关键时刻 给予我们的力量和支持 然而我们要明白 贵人并非是单方面的存在 我们也要成为对方的贵人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提升自己的价值 我们才能够吸引到生命中的贵人 实现互利共赢的关系 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 共同的奏享美妙的乐章 好了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有任何意见或者是想法 请留言评论 同时欢迎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